可以看得出,政策层对股市的呵护。当这波行情奄奄一息,就剩半口气的时候,央行又出面了。在10月18日金融街论坛年会上,央行行长潘工胜释放了几个重要信息,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.25至0.5个百分点。预计21号公布的市场贷款利率,也会下行0.2至0.25个百分点。 还有股票回购,增持专项再贷款政策文件,于当天发布实施。此外一个重要细节是,在央行放出消息之前,六大国有银行再次下调存款利率,而上一次下调存款利率是7月25日,距今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。 具体调整如下,活期存款,降息0.05%,变为0.1%,距离零利率,只剩一步之遥。其他期限的存款,全部下调0.25%,三个月是0.8%,一年是,1.1%,三年是1.5%,五年是1.55%,降存款利率,为的就是,配合央行降息。 按照标准,银行近期差的警戒线,是1.8%,整体低于1.8%,就会有风险。而现在,已经落到了1.54%,不仅低于警戒线,而且还在加速下降。 所以在降息的同时,要防止金融风险,就要降低银行支出端的压力。 而对于资金来说,银行存款,是无风险获利的一种投资手段。 经济增速快,无风险获利容易,经济增速慢,无风险获利,自然也会变难。 如今想多赚钱,就得承担一些风险。 降低存款利率,等于把资金赶出去消费投资。 其中一部分,自然会流入股市之中,这是一部分增量资金。 而央行还透露了一个信息,说目前获准参与互换便利操作的证券基金公司有20家,合计申请额度,已超2000亿元。 这也是实实在在的股市增量资金。 互换便利操作,简单来说就是,非因金融机构,可用质押品,换成国债或央票,然后拿出来融资。 但融来的这些钱,只能进入股市。 紧接着还提到,央行已经和财政部,建立了联合工作组, 不断优化相关制度安排。 传导机制方面,要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, 提升金融机构的自主理性定价能力, 增强与财政产业监管等政策取向的一致性, 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。 另外,金监总局提到,有风险不等于失责。 要尽快出台,禁止免责细责,精准定责,合力免责,鼓励担当作为。 重点就在于这个,有风险不等于失责。 现在的宏观环境,从大力度查金融,到金融行业羞耻论, 金融处于监管与市场夹击风暴中的集体不安, 金融业人人自危。 但这种效果,并不是上面想看到的。 也算是监管层,首次回应了市场疑虑。 最后,潘工胜还谈到, 在历史上的,历次经济周期中,国内主要依靠投资来提振经济。 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,需要把握几个重点。 第一个,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方向, 因从过去的,更多偏向投资。 转向消费与投资并重,并更加重视消费。 而央行下一步的工作,将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, 作为重要考量。 更加注重,发挥利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作用。 这也算是一个重磅信号。 先前已经出的政策,依然还是想着, 让大家上杠杆,也就是继续扩大投资。 但是缺少,对家庭部门的支持, 比如降低支出,增加收入,提高保障。 在居民端的政策太弱太少,也是内需偏弱的主要原因。 但关于这方面,央行职权内能做的,可能并不多。 而央行提到的,物价要合理回升, 其实就是促进通胀,对抗通缩压力。 要么是货币贬值,要么是购买力提高。 而央行放出这些信号后,当日A股出现了大幅回升。 虽然没有像国庆节前那么夸张, 但算是止住了下跌的趋势。 截至收盘,上证指数,涨2.92%, 深层值,涨4.71%, 创业板涨,7.95%, 全市个股涨多跌少,超5100家飘红。 全天成交2.1万亿, 较之前放量6100亿, 内资主力,尽流入超472亿。 当然,除了政策层支持, 行情的大涨,也有经济数据的配合。 也是同一天, 统计局公布了,三季度的GDP数据。 此前我们提到过, 数据越差,政策期望就越大。 而第三季度经济,增长4.6%, 是2024年,三个季度里,增速最低的。 分季度看, 一季度、二季度、三季度, GDP同比,分别为5.3%, 4.7%, 4.6%, 呈逐渐递减趋势。 这影响到了, 今年前三季度的累计增速, 为4.8%。 要实现全年增长目标, 显然要在四季度发力。 而从三季度经济几个重要分项来看。 首先, 作为今年中国经济压轴的出口, 开始放缓了。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进出口数据, 以美元计, 一至九月出口累计同比增长4.3%, 进口为2.2%, 其中, 九月的出口数据增速, 有所回落。 九月份出口商品, 3037亿美元, 增速为2.4%, 低于市场预期。 进口2,220亿美元, 增速0.3%, 贸易顺差817.1亿美元。 其实, 九月出口数据回落, 也是意料之内的。 前几个月, 商家都在抢出口, 提前透支了海外的需求。 另外, 也受到外需放缓的影响。 九月全球采购经理指数降至 48.8%, 连续三个月, 低于融库线。 也就表明, 现在海外市场上的需求持续收缩, 外需走弱。 再看其他国家, 最新的出口数据。 九月韩国出口增速, 7.5%, 前值为11.4%, 越南出口同比增速, 8.4%, 前值为16.1%, 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。 中国外贸的总体策略或者说特征, 一直都是以价换量。 海关总署统计的17个品类中, 今年前8个月, 除中程药, 集成电路和船舶外。 其余商品出口单价同比延续下降。 降价的幅度越来越大, 意味着相关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小。 说完出口, 再看消费。 1-9月份,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3564亿, 同比增长3.3%。 从结构上看, 商品零售额同比涨幅扩大, 餐饮收入同比涨幅收窄。 9月商品零售有1.9%, 上升至3.3%, 餐饮收入有3.3%, 下降至3.1%。 总体看, 9月份消费数据有明显改善, 较上个月加快1.1个百分点, 也是这半年来仅次于5月的高点。 说明一系列的消费补贴, 已就换新的政策还是有效果的。 不过, 这种消费补贴政策有个问题, 就是把人们消费前置, 提前透支未来几个月的需求。 所以, 如果没有收入增加作为前提的消费刺激, 只怕是昙花一现, 难以维持。 消费之后, 再看投资。 2024年1至9月份,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378978亿, 同比增长3.4%。 其中,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.2%, 较上半年回落, 0.3个百分点。 基建投资同比增长4.1%, 较上半年回落, 1.3个百分点。 而房地产, 虽与上半年持平, 但依然是, 严重拖后腿的那个。 1至9月,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, 78680亿元, 同比下降10.1%。 其中, 三大投资指标, 两降一升。 1至9月, 竣工面积, 降幅扩大0.8个百分点, 致富24.4%。 施工面积, 降幅扩大0.2个百分点, 致富12.2%。 仅新开工面积同比降幅收窄0.3个百分点, 致富22.2%。 从当月增速看, 表现为新开工施工降幅扩大, 竣工降幅收窄, 整体仍处于偏弱状态。 而资金来源, 也有待改善。 1至9月,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, 同比下降20%, 较1至8月, 收窄0.2个百分点。 其中, 自筹资金, 国内贷款降幅扩大。 主要来自, 销售和定金的其他资金来源, 降幅小幅收窄。 不过单月来看, 各项指标增速降幅, 均有所扩大。 房企资金来源, 仍是较大问题。 从销售端来看, 房价目前, 仍在下降通道。 9月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, 环比下降1.2%。 二线城市环比下降0.9%。 三线城市, 环比下降0.9%。 也即一线降幅扩大, 二线降幅收窄, 三线降幅持平。 二手房价格, 更能反映市场走势, 目前仍指向下滑。 而成交量降幅, 有所收窄。 1至9月, 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, 累计同比降幅, 均较1至8月收窄。 10月陆续出台的房地产政策, 就看能维持多久的热度。 现在一些一线和强二线楼市, 又热闹了起来, 各城市, 再拼命去库存。 土地市场也有明显变化, 一些民营房企, 开始反场拿地。 民营企业出手, 也说明市场信心有所回暖。 整体而言, 目前国内消费投资房地产的增速, 都低于GDP增速, 也成为拖后腿的因素。 而此前公布的一揽子政策, 尤其是财政相关政策, 对经济的影响, 具有常委效益。 年内的表现大概率不太明显, 效果很可能需要在明年才能逐渐显现。 为了努力完成, 今年的经济目标。 第四季度增速, 要保证在5%以上。 而现在只剩两个半月, 这需要增量政策, 短期内高效落地。 同时, GDP评检指数为负的情况, 已经持续了6个季度。 离1998年的记录, 仅差一个季度。 如何逆转背后的预期和信心问题, 可能更加重要。 这也让市场有了巨大的想象空间, 股市情绪, 一下子被点燃。 当然, 行情不会一路上涨, 接下来可能还会反复拉锯。 毕竟, 股市只是短暂过热了一下, 而上方, 还有数万亿的套牢盘。 要消化这些套牢资金, 显然不会那么容易。 下来也让我们下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